2018年全国冠军杯棒球赛落幕!北京队夺冠陕西队成黑马 凤凰体育训!2018年全国冠军杯棒球赛于7月3日至11日在北京卢城棒球场举行。 经过一周激战,北京棒球队最终夺取了本次比赛的冠军。夺得冠军的北京队。 2018年全国冠军杯棒球赛得到了北京丰台体育中心和卢城体育运动学校的支持, 共有来自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河南、广东、四川、陕西等10支队伍参加,参赛运动员共计200余人。 各参赛队在天津全运会后积极培养新人,赛场上出现了很多年轻的面孔,虽然年轻队员们在比赛中上线缺经验,但他们敢拼敢打使的比赛场面精彩激烈。 比赛从7月3日开始进行小组赛,7月10日进入到排位赛,最终北京队获得本次比赛的冠军,陕西队获得亚军,江苏队第三名。 刘国庆,北京一队,王维一,陕西队,获得本次比赛优秀投手奖,陶俊廷,江苏队,陈彦鹏,广东队,获得本次比赛优秀机球员奖,刚赛,北京二队,在赛会期间击出两支本蕾打获得本蕾打奖,优秀教练员奖。 由北京一队教练员王维获得,陕西队成为本届赛事最大黑马。